Hello 大家好 首先呢 我今天 我是昨天 晚上 这边时间 半夜吧 我便开始看那个台湾大军的开票 当时 蔡英文才十几万票 看着看着我就睡着了 等到我早上醒来的时候 已经听到消息蔡英文当选了 我早前呢 我就预计了 我就预测说蔡英文这回肯定当选 100%当选 谁知道这回蔡英文破纪录了 她是 破纪录的高票当选 对忘了忘了 忘了要向各位五毛子刚五 问好了 这个我首先要调整一下姿势 调整一下姿势 就是说 各位五毛子刚五 各位 观众 各位小粉红 大家好 我想问各位 五毛子刚五小粉红 你们对这个 蔡英文当选有什么 看法 蔡英文 人家台湾 817万选民投给了蔡英文 你们有什么看法 你们可能有看法说 啊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那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为什么 台湾这部分可以选举 那另外一部分 大陆就不能选了 为什么台湾人民 台湾人可以选 你们这个大陆人就不能选了 为什么 告诉我 是不是因为你们生出了地方 这要生在美国也能选啊 生在日本也能选 生在韩国也能 也能选举啊 不过生在朝鲜就不能了 当然还有七朝鲜 也不行 你说为啥这个 当然前苏联也不行了 你说为啥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这个选举 都不能选举呢 你说 你看看 就是要让台湾同胞享受跟大陆同胞同等的待遇 我拿出真心对待台湾同胞 是应该有两个 哈哈 你看看 就要拿出什么 对待台湾给台湾同胞 重听一下 台湾同胞和大陆同胞同等待遇 就是要让台湾同胞享受跟大陆同胞 就是习近平 中央电视台说了 就是要让台湾同胞享受跟大陆同胞 通等待遇 那不是说白了吗 就是要让台湾没有选举权 没有选举啊 对不对 话都说得这么直接了 为什么蔡英文这回高票当选 最重要的原因我看的是 一是对手泰滥 二是习近平助攻 习近平去年发表了什么元旦演讲 讲什么 我不知道是不是元旦演讲 一月几号了 说要一国两制 大概是一国两制 九二公司统一台湾 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啊 然后好像又说要 要像对待台湾同胞一样 对不对 就要给台湾同胞和大陆同胞同样的这个待遇 同等待遇 要给台湾同胞啊 什么待遇呢 和大陆同胞同样的待遇 那什么待遇啊 独裁的待遇 对不对 共产党独裁 这个选举啊 这回是民进党大胜 我看美国白宫也发去贺电了 然后蔡英文大胜了 然后是 国民党的党主席 吴敦义吧 还是什么人 国民党党主席也开始辞职了 我记得一年多前 2018年吧 九合一大选 民进党还是惨败了 谁知道现在又搞得 又行呢 所以说风水能流转啊 风水能流转 这主要是因为习近平的功劳 这个民进党 说实在的 首先它这种 立场啊 就是它 政党嘛 它有一个 对重大问题的政治立场 相当于 救了它 因为民进党 它也是属于台独的政党 那台独肯定要跟共产党干 国民党 它是从 政党的主旨上来讲 它是要 善民主义统一中国的 当然那基本上也扯淡 不可能那善民主义的 统一中国也 也不可能让它统一的 它只存在共产党统一它 不存在它统一共产党 是不是 后来我还看蔡英文赢了嘛 我看 好像有一位韩国瑜的粉丝吧 韩国瑜的选民 一个大妈 大闹人家什么选举中心 那还什么 喊 就上那里又骂蔡英文说 你会有报应的 大概 等一下哭成什么样了 如葬考比呀 这就选举一下就哭成这样了 哎呦我的天 这也太激动了 当然只是少数的个别 个别的选民情绪比较激动 大部分选民情绪都是很稳定的 台湾总体上给我的感觉 这次选举是非常的平静 非常的文明 非常的先进 我看看新闻好像也没有败选的 那些选民也没有去闹事吧 没有 应该也没有 究竟是为打砸抢吗 没有 打砸什么都没有 就台湾人民这个民主的数字 实际上是相当的高了 都是平静的就接受这个 选举的结果 你像前两天 甸底大哥 就是台湾高雄那一位大哥吧 他呢穿的那个什么衣服还帽子 衣服吧 2020台湾要赢 就是他是蔡英文的嘛 然后呢 他穿的这衣服去了韩国瑜那个厂子 那厂子上观众 哇那家伙 他跟我讲啊 他说男女老少都有 男女老少都有 这个他是高雄的 男女老少都有 看着他揪心了 这选举怎么弄啊 后来但是呢 他说台湾人民这个民主数字还是很高了 就没有没有哪个人跟他吵架 就因为他在那个场合肯定属于异类嘛 但是他没有人跟他吵架 很平静 大家都平静的表达自己的诉求 所以这也是我觉得啊 这可能也是属于华人他的 民族性嘛 这可能跟华人的民族性是比较平静 华人还是比较平静的 全世界没有哪个地方华人 说比如说 打砸抢 对不对 你像美国这 有几个华人说 实在活不下去了 直接去抢了 他也不敢去抢嘛 华人他胆小嘛 他整体的他的民族性还是比较温和的 全世界华人都这样 就是说 包括我觉得华人还是比较 另外台湾呢 台湾他在民主转型 和平转型 他的民主化是一个 和平的民主化 他不像有的国家是剧烈的 像韩国的民主化已经算是非常幸运的了 但是韩国还是死人的 台湾不是 台湾的民主化死的人 很少 很少 他没有像 东欧巨变那样 这个社会发生巨大的改变 巨大的撕裂 并没有 台湾算是和平转型 就是说 台湾总体上通过没有流血 而获得了 民主权利 韩国也是的 韩国也是 可是韩国他的民主制度 很显然并没有台湾这么 完美 因为台湾他 第一个 台湾你看到几个总统 基本上还是有好的下场了 除了陈水扁坐牢了 但基本上 没给整死 你看 韩国总统 每一个总统都要坐牢 有一些总统都跳楼子啥 都好像不是跳楼子啥 还有卢武炫好像跳牙子啥 都惨到啥程度 就韩国这民主制度 确实 不太完善 另外韩国他被裁罚政治 他的政治被裁罚所控制 台湾没有 你能说台湾为什么没有 因为台湾他有更大的敌人 就是中国共产党 因为他有更大的敌人 那个敌人 台湾他是很神奇的 很神奇的一个地方 就是国际地带 他首先他要面对世界上最大的独裁国家 好 所以他作为一个 我们讲一个 不管是政治实体 还是作为一个国家 他的首要问题 是生死存亡 就是共产党会不会打过来 就是他首要问题 而不是 自由 就是说 而不是说自由和民主 为什么社会制度选择 是次要 就是说次要的 而台湾 生存与毁灭 确实最重要 这就是 我举个例子 这就是为什么蒋介石 包括老蒋小蒋 还有李登辉等等 李登辉可能前半期是个独裁者 后来就不是了 但是两蒋 他们就独裁者 但是他们为人吗 那小蒋说 最后 民主化 怎么样 他要 党禁报禁 什么开放 因为 他知道 他的最大敌人 根本就不是台湾人 台湾人民 他不是 他的最大敌人 最大的生命的威胁是什么 是共产党 这就跟共产党独裁不一样 中国共产党他在北京 他不是 他怕不怕别的国家的军队来干他 他不怕 中国共产党因为 这个世界已经不存在说一个国家的军队说要 打中国说要把中国给占了 我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的军队会去这么做了 所以 共产党他就没有这个最强大的 叫 生命的威胁 他们他没有这个威胁 就打大是美国 美国也不可能 打进北京 给你 全部给你干死 那也不可能 相反台湾有 台湾就有可能 共产党直接杀进台北 所以 台湾的独裁者 他是有顾忌的 他需要美国的 保护产 这就导致了他在镇压人民的时候 他需要 考虑美国的意见 这也是成为 台湾 走向民主化的 至关重要的一步 至关重要的 这一步是非常重要的 这个条件是非常重要的 这个条件中国大陆他不具备 像台湾 像那个韩国1988年还1989年 反正也是80年代吧 1988年 韩国当时也有一个独裁的总统 他也准备镇压人民 当然在首尔吧 人民开始什么游行啊 示威 可是当时里根 这是历史有文件记载的 里根就跟了韩国总统讲 他不希望看到首尔流血吗 他不希望看到那个汉城 当时还叫汉城 汉城流血 如果汉 如果他镇压的人 如果汉城流血了 美国就不会承诺去保护韩国 那那个韩国独裁者立马就下班死了 他就不敢镇压了吗 镇压人民的吗 因为他知道 人民不一定把他搞死 但是北边的金家王朝要过来 绝对把他全家杀光 毫无疑问的 所以说他面对这种巨大的 生命的威胁的时候 这两个国家的独裁者 考虑了 就是他要更多的考虑台湾的 就是美国的因素 这也导致了他们这两个国家 民主化的顺利过渡 实际上这是最关键的原因 因为独裁者是不怕杀人 杀人民的 小老百姓不怕杀了 你有1000万杀掉500万杀就杀呗 独裁者是不会在乎杀人多少的 他是在乎自己的生命 当然在这里也是祝福台湾人民嘛 因为 台湾人民实际上你们选择了 或者说 你们被迫选择要跟美国站在一起 不管是你们自愿还是被迫的 实际上你们很幸运 很幸运 在冷战的大格局下 就是你们选择了在资本主义阵营 而且成为美国的军事 军事基地的一部分 成为美国势力范围 很幸运的 另外一个像菲律宾的 菲律宾也是美国的 军事基地也有 在冷战 菲律宾也有 美国的保护 也有什么美非军事条件 但菲律宾就没有 就没有发展起来 菲律宾就没有发展起来 菲律宾以前还是美国的殖民地 什么都 但它没有发展起来 比如说其中一个 实际上也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菲律宾 它在冷战 并没有处于最前沿 你想一想 它在冷战的时候 它并没有处于最前沿 如果菲律宾处于最前沿 菲律宾可能就是一发达国家了 跟南越和北越的 如果南越保住 美国能保住 冷战的最前沿 那南越 就是发达国家 因为美国需要对他们这个地区进行投入 进行扶持 美国需要保住他们 来 巩固 美国在亚洲的 就所谓叫前沿阵地 菲律宾 菲律宾美国可能觉得 有你没你可能都差不多 这就是美国的战略选择 它的选择 它的影响力 几乎就可以 它就决定了许多国家的命运 不仅仅是亚洲 它在欧洲方向也是的 东德西德 包括匈牙利 还有一个国家叫奥迪利 就许多国家都是在美国之间的选择 美国的选择 美国选择谁 谁就选择 希纳 美国选择了 要不然希纳就跟 就跟那个波罗利海三国一样 可能迅速就共产主义化了 哈哈哈 好了 拜拜